我这里面 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这里面 我刚刚有刻意的介绍栏位名称 我的表格叫查询1 里面有123455个栏位名称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很臭很长的 就是来按赞的人 所以我加入 想要用一个直条图来去看 所以请点他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 我想要知道说 他来按几次 他来按几次 那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把 例如说什么ID 或者是建立的时间好了 建立时间都可以直接丢到直这个地方 记住一定是计数 一定是计算他的次数 那既然是一个计算次数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create time排序一下 排序 好马上就可以知道 是这个人 我没有小三啦 你不要讲那么大声 我是铁粉 我是网红 好 我先把那个 那个X轴啊 稍微字放大一点 好 这个人 这个人 还有这个人 然后 都我的学生 而且我都认识 我这时候一定要讲都是我的学生 真的 真的 社会局都这样玩的吗 结婚也算是业务之一啊 对不对 好 你看哦 哈 结婚 哦 是哦 离婚才是社会局啊 不是也都是民政局吗 好 等一下 不管了 那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我十篇文章哦 这一个人就来按了九篇 对不对 好 所以应该要颁那个最佳提的奔奖给他们两位 张淑娟小姐以及蒋思源先生 可以吗 好 他们听到的时候可以来按一下站吧 来我的客人下方按站 我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我只有贴十篇文章 这样准不准 不准 同意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可是光十篇 你看我真的就 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就是说 人 可是如果你选十篇 可能这边是很少的 好 所以我现在希望说 你至少先算出来这件事 就是第一个 我的一个 就是说 按站的人 他大致的分布是怎么样 好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